国内很多的锦标赛 联赛 都会经常交手 所以彼此之间肯定也是相当的熟悉 好 双方第一局比赛开始 画面上方身穿红色球衣的是周凯 画面下方红色球衣的是周启豪 周启豪今年还是有非常高光的表现 就是在奥运会之前 第一站的在河南举办的第一站的 这个队内的热身赛当中 周启豪是从诸位主力里杀出重围 连过了马龙和樊振东 最后拿了那一站的南单冠军 当时大家也是把它比喻成 国内热身赛最大的黑马 让人眼前一亮 周启豪的打法其实非常的具有观赏性 这名选手身体素质也非常好 经常能打出很多高级球 而且也是属于爆发力强 跑动能力很强 正手比较好 加油 翻新军 加油 翻新军 加油 翻新军 一比四 加油 翻新军 一比四 加油 这是周启豪的一个侧切 这球周凯等好了 周启豪起板之后直接反拉 反手连续进攻 周海相对于周启豪来说 球会更稳一点 那两面实力也比较均衡 但是周启豪的球会更加的尖锐 更加的锋利 而杀伤力会更强 反手的强相时 3比6 防徽到反守位 直至7 周启豪 加油 周琦豪 周琦豪 形成对拉 漂亮 这球周琦豪的反拉之后呢 周凯是快速的上步 在进台封了一个回头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这球周凯也是抢了一个上升点 抢了一个快点 五比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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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也是给对手这种半出台的球 周凯呢只能拉一下降点 拉下降点的话这个球过来 质量还是不够 周琦豪直接堵直线 所以侧身的话还是有风险 如果你不能这一板冲出机会 或者冲死对手 正手暴露出来的空档就比较大 好球 晃拉直线 三比五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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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第一局啊 两个人真的就是 打出了很多这种强强对抗 大陆球的强相持 11比5周启豪是先下一局 打出了很多这种强强 1 z越控制了 1ft 加油 只有点联系 1 e 5 第二局 周继豪方球 0比0 1比0 1比0 周继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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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周继豪 周继豪 第一比赛 1比0 1比0 左边 1比1 2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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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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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出台 出来 好 好 二二比三 好 这球也是想发一个半出台 周气好反拉 看脚下差了半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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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好 好 撕别 第二局一上来周凯打得比较耐心 没有去再跟周气好像第一局打很多硬横硬的球 反而加强了一些控制台内小球的变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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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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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单队三单的这一分还是很关键啊 谁拿下的话 接下来 第四场的焦点之战 谁就会占得先手 周启豪这个时候肯定是想把球打得尽量简单 就是打大陆球 打硬实力 打相持 好球 这球周凯接发球 拧到了周启豪正手大角度 漂亮 又是算住了落点 今天已经好几个这个球了 就是周凯侧身的进攻 周启豪直接堵直线防回头 说明两个人对彼此出手的线路非常的熟悉 这球周启豪也是提前到位去防的 好球 钓友压左 好球 又是行程队拉 好球 好球 周启豪追到了六比六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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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晒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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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分还是侧身被周启豪对直线 周凯侧身的话落点拉得太正了 都是在周启豪的这个反守位 所以这个球拉一个落点啊 中路包括正手直线 可能效果都会更好 和委队这个时候要了暂停了 这种球还是比较伤士气的 因为是自己主动进攻被对手防回头 好 双方球员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第二局现在7比6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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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掌声 iets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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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暖防守 又是形成对拉 拉回到反守位 又是一个反守的封堵 其实打起相识来 周凯还是很灵活的 有一些球他是 没有跟周启豪去硬碰硬的对拉 反而是周启豪退到远台之后 我们看周凯是快速的上步 这球回到近台 反守封了一个落点 而且是抢了球的上升点 节奏上也有变化 这球赢得很聪明 同样的方法 周启豪得了一分 所以有的时候 现在得分并不一定是要 去发力去发动 包括落点 节奏 防守也是可以拿分的 这个球也是抓到了一个周凯 反拉之后 脚下站位离台太远 给到大角度 八比九 第二局局 第二局局 末关键分阶段 周启豪落后一分 八比九 这球 这球周凯反守的快带 有一些擦网 这样周凯是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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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周凯是十一比八 搬回一局 双方在前两局当中 战成了一比一 我看范日岛在场外的时候 也是一直提到站位的问题 男选手的比赛当中 往往一对拉 大家都会离台很远 这个时候往前站 赢前一时就很关键 也是提到了周启豪退台的问题 进入到四强之后 这个单淘汰真的是非常的残酷 那现在呢 一号台广东和河北男团的比赛 是一比一 第三盘 二号台辽宁女队 是二比零领先河北女队 三号台北京和陕西 战成了一比一 也是进入到第三盘 那么四号台呢 是山东女队 二比零领先四川女队 好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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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比 好 肯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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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比一 开鱼三比一 周凯的这种跑动能力 挣扎能力也很强 一左一右大范围的调动 还是把这个球捞了回来 投击场 一比四 四点 四点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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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这个球啊 现在周凯的侧身这一下确实是没有太多的杀伤力 周启豪防得很舒服 这个已经是形成周启豪的一个得分点了 三比六 第三局现在开局阶段比分被拉开 六比二 六比二 三级一队 加油 三级一队 加油 三级一队 加油 三级一队 三级一队 二比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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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比三 加油 这阶段周凯也是有调整啊 现在站定了 好干脆左半台就是反手 打一些掉右压左 确实今天侧身的话这个球没有占到太多的便宜啊 全是被周启豪防直线防回头 好干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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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一局周凯的五位失误 有一些太多了 周启豪 局点 十比四 战十一比四周启豪拿下第三局 目前大比分 二比一领先 有机会你站在中间 给一个折扣 对吧 这些折扣可以给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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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冬菜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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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局 周继豪发球 0比0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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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双方的第四局比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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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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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手对注 这球是个擦边 阿迪 领一个正手的大角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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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打一个发球强舞 比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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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比三 这次进入到南团四强的四支队伍 这一场的广东 河北 还有另外一张球台的北京和陕西 都是小组赛当中四个小组的小组投名 今天上午也都是过关了四分之一决赛 哇 两个擦边啊这一局 三比四 过来 四比四 四比五 这球揭发球周凯摆得有些太高了 周凯豪正手一个爆跳得分 这一局的开局阶段 确实周凯豪的运气球要多一些 不过一般一场比赛下来其实这种擦往擦边的运气球统计下来 基本上双方都会是五五开的 只是有一些擦往擦边如果发生在关键球 关键局关键分上啊那确实是会影响整个比赛的走势 7比5 现在中局周凯豪7比5领先两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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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七比六 冲啊 没有比方 六比八 这球变得漂亮 七比八 看完出之后第三板 直接就变了周启豪的正手大脚 再来看一下 直线给的很果断 广东队这边要了暂停 第四局对于周启豪来讲 其实也是要当决胜局来打 广东队这边可能也是希望 能够三比一一鼓作气 拿下这一分 如果让周凯追回来 打成二比二 决胜局又是胜负难料 对于周启豪的正手 这个是变得太短了 这个是最棒的 鼓动手 对于周启豪的正手 要是选择的 还有你 说是哪一只 它也不太会 你什么都不太会 对于周启豪的正手 对于周启豪的正手 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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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比8 好 暂停回来 第四局7比8 河北队的周凯发球 周凯还落后一分 空了之后 周启豪率先上手 引到周凯的正手大角度 张周启豪拿到第三盘的盘点 高速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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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路短球 周凯侧身 这一次是拉了直线 前面的侧身 给斜线 给反手给的多 基本上都是被周启豪防回头 所以这次侧身是拉了直线 周凯再追一分 这是周启豪的第三个盘点 这个球揭发球 周启豪有点出手保守了 有点软了 周凯也是大心脏 7比10落后的情况下 对方的盘点 连班三分 来到10比10 周凯将比分反超 11比10 这两个球感觉周启豪 有一点保守 还是在面对胜利的时候 心态上有变化 周凯也是发球之后 其实这个球第三板可以上手了 但是把球回缩回去之后 给了对手上手机会 这球周凯没有拧 这球周凯没有拧 搓回去了之后 周启豪把球拉了起来 现在是考验两个人 打关键分的能力了 11比11 周启豪没有博上 周凯再得一分 这个球 他认为说 他认为这球 他认为他认为帐 他认为了 他的知道 他认为他认为这个球 能力的ут 能力的 肯定的 落后的情况下 连班三分 来到10比10 最后13比11 逆转了第四局 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 现在广东和索北市 第三盘打成了2比2 接下来将要进入到决胜局的较量 这局对于周启豪来说 着实是有些可惜了 10比7 三个盘点 没有拿下 我们也听到 河北队这边的场外 提到了开局 决胜局的开局特别的重要 良好的开局呢 一上来大比分领先 会建立很好的气势 心理上的优势 那对于周启豪来说 也需要尽快地从第四局的失利当中 摆脱出来 忘掉第四局的比赛 投入到之后的每一分 好 决胜局开始 换面上方 身穿橙色球衣的周凯率先发球 攻击 漂亮 也輕一點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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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开局周启豪的五位失误有一些太多了 但这个时候周启豪也没有暂停了 感觉还是受到第四局十比七没有拿下 心态上没有摆脱 逆旋转反手发力一板过 发球抢弓 这番球接得不错 消了一板 哇 这个球兜过来很转啊 非常的精彩 看看这个球的慢动作 周凯削了一板 紧接着递一个反拉 兜了一个侧悬 周启豪反拉得分 开始发逆旋转 这局在开局零比三落后的情况下 周启豪的应变还是很快 从发球端就开始变化 开始发逆旋转 这个时候周凯有一些不适应了 5比3 河北队的周凯领先 双方交换方位 6比3 6比3 4比6 6比6 6比6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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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比7 周小豪今天这场比赛当中起伏还是比较大的 他的球呢属于还是有一些神经刀 发挥好的时候相当的经验 各种二刀流换手 侧切反拉高球都可以出现 但是有的时候状态不好手感不好的时候呢无谓失误就会比较多 这个时候有点自己给自己打极了 中局现在周凯扩大比分领先优势8比4 川柜 川柜 川柑 画了 川柑 他喜欢是ava 赢白 川柑 海 川柑 野 赢 高 应该是堵了一个擦边 再来欣赏一下 周启豪的发力 准备转正手进攻 这个球周凯防了一个擦网擦边 周凯再得一分 投击场 形成正手对拉 周启豪拉回到周凯的反手位 对拉当中 拉到对手的反手 是一个很好的落地 退台之后 反手不能像正手一样 去充分地发力 六比九 两边现在也都没有暂停了 周启豪追到六比九 这周凯是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 第三盘的盘点 今天这场比赛周凯确实发挥的一直很稳定 10比6 最后周启豪接发球失误 周凯是逆转了比赛 曾经在第四局 7比10落后面对对手的三个盘点 拿下第四局 第五局又一直保持领先的优势 最后周凯是